白紙黑字公告写下 因为门市座位有限 所以想等朋友的客人 座位只给保留15分钟 连锁咖啡厅星巴克新规 就是要来对付不消费 只想吹冷气的站位奥铁 客人想霸占位置 向来是连锁餐饮业的棘手提 不止星巴克 像是摩斯汉堡部分分店 直接把插座用盆栽给挡起来 让想充电充到宝的人退散 拉高翻桌率 但也有人反其道而行 K叔的K叔 用电脑的用电脑 同样是连锁咖啡厅的路易莎 却广设单人座位开放插头 仿佛就是欢迎你来站位使用 在正常的情况下 一间连锁的咖啡厅翻桌率 单日大概是4到5次 业者会想尽办法 拉高这个数据的原因 就是因为翻桌率 是影响单日营收额的关键数据 翻桌率快会提高 整间店客满的机会 实际算给你看 假设一人到咖啡厅消费 平均一百七十元 整间店五十个座位 座满八成 一天翻桌率四次 当天营收额两万七千两百元 但如果翻桌率只有三次 座位使用率降到四成 营业额就整整少了一万七千元 看起来吃力不讨好的策略 为何还有人坚持 星巴克的定位 其实比较针对 例如说所谓的上班族 甚至所谓的一些商务客 是流动率比较高的 或者是他的这个 所谓的掐断时间 是比较精准的 但是对其他联座品牌来说的话 他可能就要考量到说 那其他的客群 例如说学生客群 那他可能会认为说 如果里面有些 这个现实的考量 他就觉得压力比较大 座位翻桌率 其实也和店面开设地区 屏数大小都有关 在竞争激烈的餐饮市场 座位经济学 业务学问 各业者希克密法 自然大不同 在新闻章 有趣李嘉倩台北报道